第一个要跟各位讲,你们要记第一个欧罗国的网址下载 第二个的话,请下载Eclipse Eclipse网址也很好记,www.eclips 这边就叫Eclipse,它是.eclips 后面记得是ORG,不是C-O-M,ORG OK,按Enter 到Eclipse网站,我们要下载,也是一样进到Eclipse里面 Google浏览器有个蛮贴心的,问问你要不要翻译 我先不要翻译好了 OK,这边选了Download Eclipse 直接从关键的地方,箭头这地方,最多人Download 点下去之后,各位请找一下,找一下下载的载点 一般,特别说Eclipse有这么多的版本 它可以for C++,for Mobile,什么的一大堆 我的习惯我是下载第二个,Classcode 当然也有一些书是叫你要下载第一个 不过我觉得下载第一个,它的缺点是怎么样 它的这个大小200多M,那Classcode只有100多M 所以我觉得Classcode,我习惯是下载这个Classic 这个,那它的版本现在已经要4.2 我们上学期才3.7 那当然如果说你要3.7的话 现在好像有前几个版本的选项在这边 这边有3.7 不过我还是建议,我用了4.2之后,我觉得应该也回不去了 也习惯用4.2 因为它4.2感觉功能又更强大一些些 所以我们还是Download 4.2的版本 那Download的话,一样会分成32跟64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选择32 那把这个34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这没有台湾的连结 我们就选台湾的连结,这样下载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 OK,那这边的话呢 第二个就请你把Eclipse把它Download下来 那这两个,这是最刚开始,两个东西 那第三阶段才是把Android挂上去 所以请各位先把SDK 不是,Jama 3DK跟Eclipse 两个东西先Down下来 OK,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